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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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现在这种楼是楼 公园是公园 你想要去接触自然 你还得过好几条大街是不一样的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先想想小的东西如何去想象 可以居住和游玩 这是在一个早晨 一个人种了一颗蛋 像种下了一个鸡腕 但是这个蛋孵出来 它不是小鸡 也不是小鸟 它孵出来一个小人 这个小人就从我画里的主人公 我叫他白衣先生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生的 所以他开始寻找自己 水面的花瓣非常轻盈地奔走去寻找自己 因为怕这个袍子脏尸 因为有水 他把这个枯腿还挽了一下 这是在这个水上行走的另一个方式 踏着两根这个狗尾巴草 像这个踩高鞘一样在水面行走 但是你有可能会遇到特殊状况 比如说遇到一条鱼 刚才讲了 如果你用小的眼观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这个鱼会有危险 因为对小人来讲他可能是野兽 所以他就很安静地站在水面上 等这个鱼游过去 他当然还得吃东西 所以他开始钓鱼 特别喜欢这段话 就是这个有意思 在于人坐那个位置 是一些草 它打了个结 它就有点像个台子 这个台子就是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同时上面有这个草做覆盖 它就有点像个屋盖 就是一个凌空粗条的 凌空于水面的一个亭子 特别像一个建筑 夏天了 很热了 他就找了个地方泡 找了一些牛花 足里一半也可以挂衣服 他就很悠然地在看着这个蝴蝶飞过来 草间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这已经开始学习一些武术 那这个草就是剑了 对吧 叶子就是这个盾牌 刚才那个狗尾巴草就是蓝牙棒 在学这个如何杀敌 这个是大家可以感受到 是窝虎残垄里的 好像有点像这个 李木白先生在教这个虫子如何练习这个剑术 很轻盈 像这个小的竹子上 当然中国人讲这个文武双全 能文能武 这个蜗牛走过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会有一个痕迹 它闪亮亮的 可能看上去还有点像这个山水画 他就跟这个蜗牛大师学习这个山水画 大家都知道这个蜗牛爬得很慢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闪电 所以这个学画他也学得非常慢 他就很苦恼 所以他就开始去泡妞 人很小 对吧 人很小 所以那个玫瑰花就显得特别大 显得特别有诚意 对吧 所以姑娘看到这么大一个玫瑰就 喷嚷心动 就很羞涩 拿着一片叶子 遮羞啊 不敢回头 他们两个在一起吧 但是这个景象有一点让人 有一点感受 我每次看这个画会有一点点感动 因为开始是因为这个男女之间 相互依偎的那点温情 对吧 让自己有点感动 后来觉得作为这个建筑师还挺有意义的 大家看这个下面的叶子 它多像一个台子 对吧 它是两个人容身的地方 上面两片叶子多么像一个屋盖 挡住了这个风雪 整个这个特别像一个建筑 对吧 这个就是建筑最初始的一个意义 就是为人的身体提供可以庇护的地方 可以不受日晒雨淋 他们开始改房子 用这个叶子去搭建一个 他们觉得可以居住的地方 白衣先生很喜欢他的女朋友 说因为他建了一个花的亭子 这个用布在这个花之间细了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个亭子 一个台子 这是一个浴室 不像刚才在千牛花里洗澡的样子 上面是一个镂空的竹边 可以通风透气 下面是这个红色的这个曼子 可以挡一下 对吧 遮蔽一下 有一定的私密性 或者是屋顶的一个花园 这个庭院是被这个器物包围了 同时好像也是被这个建筑包围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垂下的这个花束 和身体的关系 似乎非常的亲密 似乎可以触碰到人的身体 我自己家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这个植物有点大 有点像芭蕉的叶子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这儿就聊的时候 会特别开心 因为植物老是不时地触碰到身体 同时交通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演绎的关系 我的很多朋友来看了以后 就是自己家也要弄这个事 关于草间生活里的话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张画 蒲草围和了一下 形成一个人可以待的地方 一个小人很安静地睡在他的房子里头 靠着草枕上 似乎还闻到了一些草的香气 做着美梦 好像闻到了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草间的这个想象是借由小的东西 花花草草去想象一种 现实世界一种更大的一种居住和生活的方式 那中国传统的这个山水园林呢 去挖水石去堆这个假山 它实际上也是通过小的在想象大的 那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种居游的这种方式里头 有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这张不是我的画 这张是这个清代的一个画家 实际上是个和尚叫石涛 大家看到这有俩小人的吧 他把半个生死的小人 点到了这个云里头 这突然就变得有意思了 因为在宋代 郭熙也是一个画家 他讲这个画 山水画的时候 如果你把人点在了这个山水画里头 它是有个作用的 是用来标识道路的 标识道路什么意思 就是人在山水里头出现了 那意味着那块有路可以到那块 或者是有一个平台可以停留 总之它是一个人的身体需要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觉得在画里头 或者是在园子里头 这个想象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因为想象意味着无尽 这也是一张和云有关系的东西 一个小人入出半个身子 但是有一个人已经上去了 打了招呼 所以你得想象一下 跨过这个树林 它是什么东西 它可能是桥 也可能是一个取得了山地 上到的山地 这是一张实际的照片 是在佐证园的 佐证园 书都佐证园园的一个地方 叫云屋 这个照片跟刚才那个画有点像 这是个云墙 那人在云墙下面走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这个墙头出现这个事情 必然会储存想象 会想象 这个人怎么到那个地方呢 他后面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大家很开心在那玩 我也想去玩一下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城市的一个原因 就是墙越来越高 自己家的围墙或者什么墙越来越高 总之要把外面的跟里头的要隔开 但这个墙不高 大家可以借由这个墙去想象 这个里头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园子里头 围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有些外墙它可能还会开一些漏窗 透出一点点消息 实际上这些就是消息 让你感受到这个里头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无论是建筑或者城市 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一种互动的关系 非常有趣 如果大家以后盖房子 可以想一想 这个墙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话也许大家能感受到 它有点像一个室内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有一个很长的石台 人工凿客的两个可以靠坐的地方 还有一个台子 两个人在下而骑 石头后面有一层树 它非常像一个屏风 树后面还有石头 层层地包裹 包裹这个庭院 就特别像一个 我们现在这种室内的空间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石景 在黄山看到 我学习了这个事情 这个特别像一个很长的沙发 对吧 是人工凿客的 背面这个树 特别像一个屏风 黄山很多这种事情 包括这个 枣客了一个女的坐的凳子 又有一个男的坐的凳子 大小不太一样 中间还有一个小的方筒 可以去放一个杯子 我觉得这种古人的方式 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当时技术或者是机械没有 所以它会巧切自然 会利用山石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自然条件 去达到身体的一种需要 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大家看这个画 是一个古代的画 是叫文远图 我们现在看到城市中的这个树 很像这个行道树 都是有点像电线根 好像和人的这种身体 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 它只是在美化一下环境 只是用来看的 但是在这张画里 大家可以看到 它特别像一个家具的场景 但是树有一点弯折 人就可以靠在山头 同时这个桌子和这个台子 它是石头的 它变成了一个 人可以使用的家具 特别有意思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想一想 这个自然中的东西 如何和人的生活建立起关系 这是我把一棵倒掉的树 请进了自己画的建筑里头 直接把树的中间 这个扁平的这个位置 变成了一个 两个人对坐下棋的地方 然后树伸向了远方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景色 还有蛾在里头游来游去 基本上这个建筑 就变成了里头的一种家具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胡思乱想 给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是我在同济大学 看到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非常自然 这个人躺在那儿非常自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躺在那儿了 像高人 像这个小农女一样 就躺在这个凌空的水面上 然后来来往往的人 好像也不太注意他 中国人好像和树发生这种身体的关系 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树有点像个房子了 这不是在平地上 这是在一个下层的庭院 下层的庭院 是一个有井的庭院 因为它下层 所以它已经有了房间的四个墙壁 对吧 同时呢 因为这个树有点倾斜 交汇在了中间那个位置 它就变成了一个屋盖 它就特别像一个建筑 像一个房子 所以人去打水的时候 下面是非常地硬凉的 在一个自然包裹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头 这也是一个树亭啊 只不过树长的方式不一样 树拐了个弯往上伸展 然后人可以倚靠在这个 身体可以倚靠在树 在现实生活中呢 也能看到类似的事情 这是我在这个苏州的天平山 一个风景区看着的一个东西 这个树很奇怪 它是在这个石桥的桥墩上 拐了个弯往上伸展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这么伸展 但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上面有树冠对吧 所以它可以遮蔽人的身体 它形成了一个人 可以愿意待的地方 同时在桥上呢 可以在这个合适的位置 中间的位置 可以俯瞰水面的美景 所以每次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就在想 也许这块还可以有一个凳子 或者是每人靠人 可以停留下来 真正地俯瞰水面 这是另外一种书屋 实际上是竹子变成了房子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宋代司马光 他描述他的这个 自己家的园子 有这么一个东西叫竹炉 用这个绳子系了一下竹子的顶端 它就变成了一个房子 非常地巧 后来明代的球英呢 他画了这个画 把这个文字记录里的东西 竹英复原了出来 非常有意思 我看了非常喜欢 所以就把它画到这里画里头 然后同时为了想象了一个 更有意思的环境 西边给他造了个屏风 用来打印一下西边的风 然后人可以在里头 还有水 可以玩打水 喝茶 这是 也是个亭子 也是个竹亭 但是是用竹杆 先搭了个亭子 但是上面那个浓印密布的 这个绿盖 它实际上不是竹子 它是这个青藤 所以人就特别愿意待在下头 因为这个绿荫非常舒服 非常宜人 假设这个团子再开上一点花 它肯定还会带来很多的香气 人就会喜欢待在下头 对吧 它比待在一个实际的亭子里头 可能更有意思 这张画 大家仔细看 可能会有一点迷失 有点像个迷宫 有一个圆洞 好像圈了一下 界分的内外 但是有一棵树 好像从内侧穿到了外侧 这个大圆洞的下面 还有个小圆洞 把这个界分的内外 好像又重新联系起来了 好像水流好像又通了 然后有大人 有小人 这个石台 对于这个大人来讲 它是一个桌子 是人的尺度 但对于这个里头 还有小人 小人看对大人很辛苦 给他倒餐 还有一个小人 在这个水池里头 骑着乌龟 这实际上是我送给 我的老师的一张画 这叫董一杠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我很尊敬的一个老师 但他有时候也非常严厉 我就把画送给了他 把自己当时想到的 一些问题都画进去了 我特别想想问他 这个是不是挂在客厅 后来我问他挂在哪 他说他把这个画 挂在了卫生间 因为他很严厉 所以我当时不敢再问 后来就听一个学弟说 他说这个卫生间是老师 很勤奋 经常看书的地方 突然间这个卫生间 就变得很诗情画意 很有书香气息 后来我出了一本书 就叫幻原 就请这个老师写了文章 这个老师他很喜欢这个画 同时还提到了一个园子 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园子 叫艺朴 在书州 我们称之为书州的客厅 经常在那里 你看这个外侧 园子的外侧 水面深到了这个尾处 过了桥 好像没了 有一个特别高的墙 分出了另一个院子 这个门洞是人要走的门洞 对吧 它好像区分了内核外 人好像要往里头走 这是在那个院子 小院子里头看的 它也有桥 也有水 这个老师听艺朴的 这个园艺工人讲 有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 就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还有一个水道 特别小的水道 没人知道 只有这里头游的几条鱼知道 因为那个鱼会在大的水面和小的水面之间穿行 后来我就在今年正好去的时候 遇到这个要清淤泥 所以水面特别的低 水面特别低就看到了 那个洞口关系跟我那话真的是一模一样 实际上是有两个平行的世界 大人在上面游走 鱼就在下面游走 是两个平行的大小相关联的世界 这种高墙分出一个小的院子 同时又连通 它形成了一种忧生不尽的感觉 这也是个洞居 实际上是跟我们看到的山水画的景象会有点像 有一个不尽重生的感觉 这个钻起了花隔 白色的杖子 还有这个树 还有竹篱 一层一层的关系 然后一个人在坐着 等着他的朋友来下棋 像在一个山洞里头居住 这更像一个在山里头的 它好像是把这个山水的生活 直接搁在了建筑的室内 有一个纯洁的关系 同时我为它提供了一个台子 这个台子在山水画里可能也能看到 比如说黄公望的这个画里头 这个台子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同时可以看这个远处的景 也可以看这个内部的景 还有一个树 对这个身体形成的一个屁股 是人待在很舒服的地方 把山水画的关系 可以重新转换到自己的画里 变成一个建筑 但是还是保留了这个人 他在山水里头居住和有关的这种关系 这个好像是一个洞 像是一个宽井 实际上是在借井 借原子外面的井 有时候我们自己造原子 或者是用地面积很有限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想一想 就不只是自己去造一个井 要想一想如何借外面的井 借井的方式有很多组 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园子里头 会讲这个宽井 可能这个宽子就无非是一些样式 方的 圆的 或者是正方形的 那我就在想也许有一种方式 去宽这个远处的宝塔和山 有这么一种方式 去看它 在中国传统的生活里头 很多这个活动是和自然相关联的 我们作为中国人似乎特别喜欢 看着一层窗户子 它透过来的竹影的摇曳 也特别喜欢看着一堂平静的池水 倒映着天观云影的变化 就像朱熙讲的 朱子讲的 半某翻弹一键开 天观云影共徘徊 同时也会讲 芭蕉听雨 就由雨滴打在芭蕉叶子上的声音 哒哒哒的声音 去感受这个雨的到来 还有这种四面和风亭 借由这个风吹过来的感受 湿润的感受 同时带着一点香气 来感受周边这个荷花的环境 非常地美妙 这是一种将自然中的一些美妙东西 和自己实际的生化 很紧密建立在一起的一种生活的文化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已经遗忘了很多东西 不知道如何去和自然中的一些 很美妙的事物发生关系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事更具体 对于文人来讲 实际上他们特别感兴趣 特别有意思的是 捕捉那些流变的东西 就像这个垂落的花瓣 捕捉那些风云雨雪 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 或者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也许说是在设计房子 不如说是在设计生活 所以就需要我们通过生活 重新去想象 去思考问题 去辨识价值 只有这样子 只有将生活作为艺术和设计的基础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生动起来 我们自己的设计 才能更真正地生动起来 我也希望包括自己 还有大家可以重新开始去想象 如何和自然中的这些东西 重新建立起一种交流的方式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生动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和自然更加生动地生活在一起 更也要富有这个诗情话语 谢谢大家 我的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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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